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猴,欢迎来到这部频道 每个礼拜用几分钟的时间帮你快速理解复杂的实习一题 最近最多人讨论的中文电影应该就是复读青年了 相信很多人都去看了,还看到整条迪秀都用完了 而且这部电影很成功的事,不只是本地华人爱看不了 还有很多马来西亚观众也是一起去看的 这就让很多人好奇,马来西亚无国籍人士的问题到底是怎样的回事 其实关于大马无国籍人士,相信马来西亚人不多不少都会知道一点 因为时不时都会在新闻上看到的 什么人就为了申请或身份证花了几年甚至是几十年 可是我们的IC不是出生在马来西亚就可以自动有的 怎么还会有这样多人没有IC身份证呢? 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聊聊看平平都是在马来西亚出生 为什么有的人会没有IC,没有IC又会怎样呢? 不过在开始之前,想要借你3秒钟的时间帮我们点下订阅 支持小小的马来西亚观众者,谢谢你 1,2,3 OK,点好了吗?那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我们要了解无国籍人士是怎样来之前 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我们马来西亚的IC 我们的公民身份是怎样来的 大部分人的印象是没有错的 就是我们的公民身份是自动有的 不用特地去申请的 一般上的情况,只要你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 你的爸爸妈妈是合法夫妻 只要两边有一个是大马公民 或者是拿红登记的必要,你都可以自动认证成为大马公民 诶,这样如果你没有爸爸妈妈的话,要怎样办呢? 马来西亚的法律,还有特别照顾到这些被抛弃的小孩的 就算你是没有爸爸妈妈的气因或者孤儿 只要你是在马来西亚这里出生 而且你又还没有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 政府都会自动认定你是大马公民 当然啦,还有其他是在国外出生的情况哦 但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专心谈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个案 所以照理来讲哦,基本上你只要是在马来西亚出生呢 你都会自动认证成为大马公民的嘛 看起来也没有很难哦 这样中国整天还是会看到有很多人申请不到IC的 到底中间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大马无国籍人士的问题到底有几严重呢? 根据NGO的数据哦 整个马来西亚现在就有超过29万人是没有国籍的 这当中原因是有非常多的 而东西马两边的问题哦,又有一点不一样的 我们就先来看看西马半岛这边的情况 根据这个NGO的讲法 目前在西马半岛这边哦,还不算东海岸地区哦 就有9000多人是没有IC 里面多数都是小孩子来的 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哦 9000多人听起来也不是很多啦 但是哦,这个就只是NGO的保守估计罢了哦 因为他们组织的能力跟资源有限 是没有办法家家户户一个一个去问的 再加上无国籍人士也很怕被抓的不敢出面 所以这个数字啊,很可能真的就只是冰山一角不了 诶,这样为什么这些人会没有国籍的呢? 原因是有几个的 第一个情况哦,最常见的就是非婚生子 就是讲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爸爸妈妈是没有结婚的 在马来西亚你就只有合法夫妻生下的小孩 才可以在抱生子上面写下爸爸妈妈的名字 可是如果情况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没有结婚 这样你的抱生子上面就只会有你妈妈的名字罢了 你的国家也就会跟着你妈妈的国体 所以如果你的妈妈本来就是马来西亚的人的话 这样子你会自动拿到大马公民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比如讲你的妈妈是印尼人的话 这样你的国籍就会是印尼 妈妈是需要去印尼大使馆帮你处理印尼的户口的 不然你就会变成无国籍小孩 这个就是现在最常见的无国籍问题 很多都是本地的男生跟外国的女生 还没有结婚就生下小孩子了 你就算后面才补结婚证书去证明哦 你都还是需要特别去申请了 还要等政府批的哦 更加跟随的是哦 有的很可能妈妈已经是回国了 已经找不到妈妈了 这样这个小孩子就算爸爸是大马人 都很难拿到大马公民的身份 第二种情况也是有一点类似的 就是你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是谁的孤儿 或者是弃婴的 就像复读青年里面的阿邦这样子 他就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活在 爸爸妈妈已经走了 重要的文件又给人家烧乱去哦 证明不到自己的身份 所以就算他明明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 也就变成了无国籍人士 也其实哦 马来西亚的法律是有写明要保障这些 弃婴孤儿的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出世 然后本身没有其他国籍身份的话 你都会自动拿到大马公民权的 可是实际上做起来哦 又不是这样子的哦 国民登记局啊 就会要求你证明爸爸妈妈是什么人 可是都讲明你是弃婴了 你爸爸妈妈一早就丢掉你们了啦 要你们找回父母也是不容易的啦 所以到最后就有很多 弃婴啦 孤儿啦 就算改天被好心人任养了哦 也是没有爱惜的 第三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也是比较多发生在沙巴的 可以讲是全马最严重的无国籍人士的问题了 因为沙巴无国籍人士的人数 不只是很多哦 还参了很多的难民啦 移民啦 或者是非法移民的情况 他们很多都是从菲律宾啦 或者是印尼逃亡来到马来西亚的 有些最早是在1970年代就逃到去沙巴生活的 算起来现在都有超过五十几年了的 早就在这里结婚 生小孩 生孙子了的啦 这些在大马土生土长的小孩哦 因为难民移民的身份 有些甚至是连爸爸妈妈是哪里的人都不知道的哦 大马政府是很难发放公民权给他们的 可是如果讲要把他们遣送回国的话 问题又来了 这些小孩都没有国籍 要送回去哪里呢 所以啊 无国籍人士大概就是卡在这种 不是大马人又不可以离开马来西亚的状况里面了 你没有国籍也是弄到他们在社会上很多问题的 诶,那马来西亚的IC有这样香吗? 做大马公民有什么福利的呢? 诶,其实你不要小看自己哦 你做大马人其实好康是很多的哦 像是11年的免费教育啦 去治福医院看医生又很便宜哦 再来就是有投票权、参政权 而且马来西亚的passport形象也是很好的哦 在国籍排名是第12的哦 去很多地方都不用签证的哦 诶,讲这么多好康 到底在马来西亚没有国籍的话 你会怎么样呢? 这些一点来讲哦 你基本上是什么权利都没有的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你不会有免费的教育 也没有便宜的医疗资源可以用 要读书就要自己给钱 去看一针 动不动都要上百块上千块 而且这些没有国籍的人士哦 在马来西亚也没有工作机会的 大多数就是可以做一些散工的 或者是我们叫做3D工作 就是又累又危险的工作 可能像是建筑工地的工人啦 做下水道的工作啦 如果不好才遇到无良的老板 要压榨你的话 又没有劳工法是可以保护你的 就好像富度青年这样子哦 阿邦辛辛苦苦还赚到一点点的钱而已 还要怕给妈达抓啦 躲来躲去的哦 而且你没有IC哦 你是连银行户口都没有的 一般人可以存钱 借钱 可以贷款 买车 买房 做生意等等的 但是你是没有国籍的人士的话 你是什么都没有的 严重的话 还可能遇到生命危险都不敢去报警的 无国籍人士啊 在生活上可以讲是完完全全 没有半点方便的 所以才会看到 这样多人拼命要去申请IC的 可是常常都需要花几年啊 甚至是设几年的时间 因为在马来西亚你要申请一张IC 真的是超级超级难的 大马公民权的审核工作 可以讲是出了名言力的 这样确实怕人家会偷渡跟滥用嘛 公民权这样重要的东西 当然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给人家的哦 可是这样多年来哦 内政部整天都跟人家投诉哦 假的真的是审到太慢了 像是根据大马NGO的报告哦 他们提到内政部多年以来哦 审核的程序不透明又是非常慢的 常常都有申请人 等了好几年才知道自己被reject的 可是到底这么会被reject 又是不知道的 而且还有申请人出来讲啊 常常要去申请IC 都会被一些国民登记局的官员敷衍的 不然就是骂你啦 嘲笑你啦 弄到很多人最后都是心灰一人 放弃申请了的 其实在收集这一集的话题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觉得没有国籍的人士 在马来西亚不只是很复杂 也是一个很两难的话题来的 我们一方面看到很多人因为没有国籍 连生存的基本权利都是没有的 会觉得很同情他们的 但是同时间这种身份认同 也是一种福利和资源的分配来的 像是公民享有的教育跟医疗福利 如果很多人很轻易就可以拿到的话 先不讲他会不会被拦勇哦 引起国家安全的威胁的问题 他肯定是也会加大我们国库的开销了 其实那也是一个很直白的问题啦 就是他总是不是很OK 跟外国人或者是外人分享自己国家的资源 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哦 可以理解公民权的审核要很严谨很严厉 但是可不可以更加透明化一点呢? 我们看到有些实际的建议哦 像是缩短时间啊 讲清清楚楚来拒绝申请的理由 又或者是不一定要马上派发公民权呢 可能可以根据不同的个案 给不同的证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像是以前政府也有这样做过的 就是派发绿灯机 一个临时针线给无国籍人士 他可以给无国籍人士去读书啦 去做工啦 但是每五年就需要去renew一次 虽然不是长远之急 可是在政府审核的过程里面哦 至少可以暂时保障他们生存的一些基本权利 我们觉得啊 公民权需要严厉审核是很重要的 但是维护一个人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很应该的 至少给人家有的饭吃 有的机会读书 但这个也只是我们自己小小的想法 不知道大家看完复读请养之后 到底用了几包的秀呢 对于马来西亚无国籍人士的问题 又有什么想法呢 还是有其他更加实际的处理方法 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好啦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也欢迎把我们点一下订阅 我是江浩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